快来和花猪一起看看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想抽的角色 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舞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惊 谢谢您的支持 有什么原神问题可以点个关注问我 首先今天除了每日和月卡的150元时外 深渊也已经刷新了 相信大家都能拿到600元时 拿不满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野猪之前的深渊配对攻略 另外斗虫新活动可以获得100元时 最后一个狂热难度 不需要获胜也可以拿奖励 大家不用死磕 整个活动非常的简单 一直蓄力等待对方过来就行了 注意闪避技能就行 今天总计可以获得850元时 希望这些元时可以让大家抽到想要的角色 请大家放心 我每次都会提醒你们的 只希望关注我的朋友们 不错过任何元时福利哦 接着是后续版本的更新和优化 3.5版本更新后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大地图传送到陈歌湖阿园处了 云元神的亮度调整也将在更新后安排 手柄模式下的武器 剩一物强化界面也得到了优化 之前活动中绝版的小道具也可以在到期的商店处购买了 后续七圣召唤会推出更多的特殊模式规则 大家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 只要合理的花珠都会向官方反馈 让朋友们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然后是崩坏3在韩国开启了大规模宣发 地铁上都是这样的海报贴纸 看来崩坏要和元神一起席卷韩国了 同时元神在日本的收益也突破了10亿美元 这里只统计了移动端 日本市场成为元神海外最大的收入市场 而韩国是第四大收入来源 元神作为国产游戏 算是扬眉吐气了 继续加油元宝 最后祝所有点赞 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 攻略资讯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以免错过哦